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宣布政府推动准公共化交报服务,推动私立幼儿园公共化,未来送2至5岁的小孩至准公共化幼儿园,一般家庭每月自付额,第一与第二胎的每月学费约4500元,第三胎以上3500元,低收与中低收入家庭则免缴费, 这项新制将自今年8月起在6都以外的15县市实行,明年8月全面推动,到2022年预计可提供评价就学机会约44.8万个名额,另外,加入公共化的私立托英中心,一般家庭送交这些私托中心,将补助业者每月6000元,将自今年8月起实行。 赖清德今天率政务委员林万一等阁员,召开我国的少子女化对策,复零至5岁幼儿教育及照顾片记者会,提出台湾少子女化因应对策及目标, 在政策目标方面,将持续加速公共化,减轻家长负担,改善人员薪资,稳定服务品质,提升幼儿入园率,政策原则上尊重家长选择权,保障每个孩子都获得尊重与照顾。 无逢衔接,行政院将扩大公共教报服务量,包括零至两岁公社民营托英中心,扩大两至五岁公共化供化供应量,领推动建制准公共化机制, 包括与居家式托育、保姆、私立托英中心、私立幼儿园等合作扩大公共化教报服务量。 2018年至2022年0至2岁的托育增加5280个名额,2017年至2022年2至5岁可增加6万个名额,2017至2020年增设公共化幼儿园1247班,已完成设置地点规划。 2021至2022年将增设1000班,预定达到国小小校均有幼儿园。 配套措施方面,公佑裁免缴学费,非盈利员则降低家长分摊费用,低收与中低收入者则免费就读有关私立托英中心的每月自付额。 综所税率为达20%的一般家庭为7000元至16000元,中低收入为5000元至14000元,低收家庭约3000元到12000元。 第三胎以上子女,家长自付额再减1000元。